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认识如何储存药物和查看有效期 在本视频中,我们的药剂师将热心与您 分享如何正确储存您的药物 以及查看药物是否已过期或变质 这几位是陈佳的成员 Sarah、David和他们的女儿Nicole 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药物都放在冰箱里 以防它们变质 陈先生,不是所有的药物都需要冷藏 除非药物标签上有注明 胰岛素是一个例子 您应该冷藏保存这药物 您可以在药物标签上找到相应的储存桌面 根据药物标签上的指示 全新未开封的胰岛素需要冷藏 您可以在这些药物上找到这 Refrigerate Do Not Freeze的标签 建议您把需要冷藏的药物放在一个盒子里 将它们和冰箱内的食物分开来 需要冷藏的药物应该在2到8摄氏度的环境下保存 这是冰箱内保存水果、蔬菜和牛奶的地方 而不是解冰层 您一到家之后 请立即将这些药物储存在冰箱里 陈先生 大多数的药物都可以在室温下存放 将药物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避免接近热源和阳光照射处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您的药物避免受损 比如说 您可以把药物存放在阴凉干燥的橱柜里 请勿将药物存放在厕所里面 因为那里过于潮湿 可能会损坏您的药物 将您的药物保存在原包装中 避免药物受到高温、潮湿和阳光照射的影响 保持您药物储存空间清洁有序 不同人服用的药物应该分开存放 陈先生 您最好把自己的药和陈太太的药物分开存放 以免弄乱了 请妥善地保管您的药物 把它们安全存放在孩童不易接触的地方 小孩子可能误以为这些药物是糖果 如果不小心服用 可能会很危险 陈先生 如果您不确定这药物的名称和剂量 请不要服用它 每当服用药物之前 您应该查看药物的有效期和外观 您可以在药板或原药物包装上 找到药物的有效期 我们看 这些旧的药丸已经在2022年1月过期了 让我们仔细看看 这些旧的药丸 看起来和原本的样子不同 它们看起来是黄色的 而不是原本的白色 陈先生 请不要服用任何已过期 有效期不明或外观形色已改变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能已经失去药效 或甚至对您有害 有些药物的有效期 在您打开后会缩短 盐药水和胰岛素是常见的例子 大多数的盐药水 在开瓶四个星期后就应该扔掉 您可以在药物标签上 找到这些指示 过了四个星期 即使还剩下一点盐药水 您也不该再继续使用 您应该在药物标签上写下开封日期 以注意您记住有效期缩短至哪一天 陈先生和陈太太 请勿服用以下情况的药物 如果您不确定药物的名称和剂量 如果药物已过期 或如果您不知道药物是否已过期 如果药物外观形色已经有所改变 请把这些药物扔掉 陈太太 大多数的药物可以和其他的垃圾一起扔掉 在把药物丢弃之前 您应该除去标签上的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包括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您可以用记号笔将药物标签上的个人资料涂黑 请务必删除药物标签上的个人资料 以保护您的身份 有一些药物必须专由药房处理丢弃 例如 抗癌药物 抗癌药物上带有着Psychotoxic标签 抗生素和管制药物也必须专由药房处理丢弃 如果丢弃不当 这些药物可能会对环境或他人造成危害 请将这些药物带回您所领取的药房处置 感谢你回答我们所有关于药物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